国际奥委会成员这个星期访问中国北京 对2022年冬奥会举办资格进行考察 多个人权组织为此发表声明 批评中国人权状况恶化 呼吁国际奥委会遵守有关主办国应该尊重的人权的承诺 由19名国际奥委会代表组成的评估委员会 本周一开始对北京张家口等地 联合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资格进行为期五天的考察 之前北京冬奥申委官员王慧通过官媒承诺 中国的申办理念完全契合国际奥委会2020年改革议程 但北京的自然条件、环境污染以及中国人权状况等 显然仍是影响北京申办资格的主要议题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于去年通过2020奥运会议程 首次将申办国在人权、劳工及环境等方面的因素 纳入主办条件 国际奥委会日前更要求未来的奥运会主办程式 签署反歧视条约 以图显人权保障在奥运精神中的分量 我认为奥运会本身应该建立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规矩 一条法令 就是说在任何没有民主选举的社会里面 奥运会是不应该进行的 没有资格举办奥运会 这是我一直倡导的一个奥运会的原则 陈凯呼吁 不应该让奥运会变成为专制政权合法性站台的一种工具 就在国际奥委会考察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资格的当天 总部在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 该组织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 中共当局并未兑现主办08年下进奥运会的承诺 也没有兑现信息开放 公民言论表达自由等承诺 许多民间组织、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仍然受到打压 3月19号 全球超过175个藏人团体也向国际奥委会提交报告 总部在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发言人柯理表示 过去国际奥委会盲目相信中共会利用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改善人权状况 但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 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人权问题没有得到改善 反倒让中共认为 践踏人权不会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曾在08奥运会被北京当局拘捕的维权人士胡佳表示 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 有可能被中共再次用来证明它统治合法性的工具 我本人是很喜欢体育的 08年奥运会旧的扎门口举行 我却被他们因为奥运会送进前院 我当时就有一个心愿 什么时候如果奥运会能再在中国举行的话 我真的希望就是坐在那个会场去欣赏 这世界最高水平的这种体育竞技 我们其实就想在中国也实现推动一个社会的开放透明 奥运会绝不希望在某一个地方举办的时候 那里成为人权的炼狱 人权观察中国主任苏菲理查森指出 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挑选 不应该再以是否有光鲜的基础设施 和华丽的开幕式为基础 而必须考虑主办国家是否尊重人权 他表示 国际奥委会能否执行自己定下的标准 人们将拭目以待 新唐记者易如采访报导